指著家門前一長條地上裂縫 十七號臺東地震真的太大了 住在臺東池上的孫小姐 住家鎮衛在歐亞大陸跟菲律賓 海板塊交界處附近 財缸補好水泥又裂開 不只這樣 附近住家房屋部分軍裂 女兒牆倒塌磚頭四散 孫小姐在這住了六十年之久 這次強震真的讓她嚇到了 隔壁鄉鎮的鹿野鄉也出事 知名警鐵二層坪水橋也出現 大大裂縫 裡頭的水更是不斷外流 但臺東災情不止於此 廚房器具通通散落一地 家住顏品武林的邱先生 他的太太在逃離家中時也受傷 因為他要趕快離開廚房 然後應該是在離開的過程跌倒 然後撞到地板 然後變成那個 原本以為是因為是手扭傷 就過兩個小時 我們想去醫院 再一下一次光 結果是骨折 邱先生表示這一陣 整個部落都睡不著 甚至有家戶為了擔心 長者行動不便 就把榻榻米拿出來 直接睡外面 這一次強震帶來不少災情 也鎮破了原本寧靜的台東夜晚 原始新聞 阿拉斯許家榮 台東池上陸野言平採訪報導